吃醋了 什么意思呀 首先那不是一首情歌 我就自己在那唱 那我唱着唱着 突然间那个女生 她也就拿着话口 接着往下唱了 那我说句话 我听都是我的朋友 那都喝着酒 我说不行啊 你不能唱 我女朋友可劲呢 她急哑了一会儿 那你说大家 首先扫不扫大家 姓不一样 我觉得那场面 肯定会很尴尬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那就让她唱呗 我就不唱了吧 那她这醋弹就翻了 回去又吵了 这恋爱谈得真琐碎啊 如果对一个男人 有这么大的抱怨 对一个男人 有这么大的抱怨 你为什么不跟她分手 她是我初恋 我就挺不太想 你们闹过分手吗 有一次我过生日 我不提她也不提 当时我就说 那咱俩出去玩吧 她是出去玩 全程对我生日 一句话都不说 我以为她给我 留着什么惊喜呢 结果到了下午 她一通电话 她又要出去跟兄弟喝酒 就吵一架就分手了 那后来怎么又和好的呢 分手没几天 我自己当时也觉得吧 可能这件事 她平常也挺累 我觉得自己挺没必要的 然后呢 她有一次 给我发张自拍 她躺床上 那小脸煞白 当时我就吓坏了 我赶紧去她家了 她躺在床上 就一直跟我说她难受 我就那阵一直照顾她 给她家做卫生 然后给她做饭什么的 这病一直不见好 我先说我再带她 上医院一筹吧 结果上完医院了 医生也不知道 她有什么病 她还说人家医生 不会看病 说人是庸医 你还记得我问你的 是什么问题吗 姑娘 怎么和好的 对啊 就是因为这事嘛 我以为她生病了 就和好了 那你就直接说嘛 她装病 把我骗了就和好了嘛 行吧 那这次来是为什么来 我就是希望能解决一下 我俩矛盾 最近发生了什么 大的冲突了吗 最近她开那个剧本沙店 雇了一个小姐姐 她也不跟 就是她那些顾客 说她有对象 有一次我去她店里 然后那个顾客 直接当着我的面 说她跟那个小姐姐 很般配 所以你上来 直接说就行了 说了那么多问题 想铺垫什么呢 我知道你说了这么多 给人一个什么疑惑吗 什么 其实今天来并不是要 揪以前那些事吧 祖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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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洩 remember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一起进入邱笔特奔卷 我们一起进入邱笔特奔卷